大部分國家吃昆蟲這件事情並不罕見 像蛋白質豐富的麵包蟲 近期是通過了歐洲食品安全局的風險評估 可以把麵包蟲弄成乾燥 或者是磨蟲粉之後入菜 等於未來在意大利麵或者是餅乾食品當中 渴望能夠合法添加這種成分 麵包蟲入菜在亞洲已經流行一段時間 在南韓有人將整支乾燥的麵包蟲 放進巧克力餅乾 在香港也有人以麵包蟲炒食蔬 而歐洲食品管理局 則在最近首度批准麵包蟲為新式食物 可以整支乾燥後或磨成粉狀 合法添加在食品中 評估人員說 麵包蟲作為食材的應用範圍很廣 從人造肉 香腸 菜肴到餅乾和飲料都有人提案申請添加 而早在兩年前 荷蘭比利時和德國就已搶先推出蟲蟲漢堡 雖然有些人認為吃蟲蟲很噁心 不過為了降低畜牧業的溫室氣體排放 並應付糧食不足為基 蟲蟲目前已經成了蛋白質重要的替代來源 以乾燥的麵包蟲為例 它的蛋白質含量約占44%到69% 可以媲美魚肉 多年以來一直有專家推動把昆蟲作為食物原料 麵包蟲通過歐洲食品安全局的評估後 只要在京執委會核准就能正式成為安全無餘的新式食物 未來食安局也將陸續評估蟋蟲和炸猛作為食材的安全風險 公視新聞曾惠明編譯